如果你沒有親MT10 那你想感受一下MT10的油門 還有聲浪的話怎麼辦 跟你講一個 YAMAHA出的很好玩的模擬 RIDE YAMAHA 這個 裡面就有MT10 好,這裡開始了 天人7 這是第一個路線一 路線一就是會很多的紅綠燈 各種不確定因素 像這個車 各種不確定的因素 你看 從那邊過來就是 你可以算中這裡有幾隻紅綠燈 三隻 這三隻 每一隻大概都是 30到40秒不等的紅燈 哎呀,轉得近一點 然後等下沿途過去 至少到我新的工作地點 20隻應該有 你們可以算一下 然後再對比西濱快速的A直線的 沒知道以後我上班大概路線都是怎樣 三、四隻的吧 三、四的吧 四隻的吧 五隻 這要算一隻啦 因為 紅燈就等一個 一個路口算一隻 這樣算一隻 五隻 六隻 六隻 七隻 八隻 八隻 全面開始散了 等一下這邊要變了 九隻、十隻 十隻 十隻到十一隻間了現在 等一隻 等一隻 等一隻就是多了 三十到四十秒 沒關係 反正 我那個等下 計時器都會 都會 出現 在影片下方 會有計時器喔 你要知道 現在是十隻 第十隻的紅綠燈 一、二、三、四 對 20隻裡面如果停個十隻紅綠燈 好像又多久 三百秒 又多久 三百秒 六分間去了 再十二隻了 再十二隻了 到這個路口就已經十二到十三之間了 再上路橋就快了 這一段就比較省一點時間 不用走狗洞 就不用賽車 可是你要看 就可能有一些 比較慢的車輛 也要小心 所以我要試一下 超快的4個 進龄 公司 公司 明路 用正常速起 用比較正常的上班速度 有一隻 剛那裡如果下來,如果那邊有遇到一隻 一二三 所以剛剛,你這樣整個紅綠燈加起來 從 我從那個天人Save那邊開始算 就已經 應該十五六隻的紅綠燈了 中間只要停個五隻紅綠燈 就是 大概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秒 就是 上班路程多了至少五分鐘起跳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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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繼續重來 現在要往回程,回到仙宅 天人7那邊 等一下就要下了 所以有點就不用再 變換車道 你看,光這一段就可以省了 那邊就十幾支紅綠燈了 省了六分鐘 左右車程 左邊是一個 對面是真的 非常快 ,撞住了 雷尾 快點 那起來 快點 座站 總共 剛才也太慢了 反正至少,中間紅綠燈都省下了 可惜還算那個時間就好 好,出來 好可惜 好可惜 好 好可惜 大概一定有個路口而已 好可惜 我要注意這一段,像上路這裡 這一段比較 大車行駛的時候,路況比較 也不常維護 每天壓也不會常外維護 這一段的秒數都比較長一點 所以基本上 要停到紅綠燈也不容易 不一樣 他們好像第五個路口 好可惜 車速就注意 大概就六支 這樣算起來是六支紅綠燈內而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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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多少資訊啊 光是那個沙田龍那一段 用那個Premiere Pro去算 這個計時器 開下去他就可以看到我總共跑多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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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現在找到一個蠻有趣的 如果你沒有親MT10那你想感受一下MT10的油門還有聲浪的話怎麼辦 跟你講一個YAMAHA出的很好玩的模擬RIDE YAMAHA 這個 裡面就有MT10 R15 XSR900 BOT RD350 SR BD450F M1都有 MT10 我來第一台 模擬的很真實喔 一手這樣 往前往前是熄火 往前是吹油門 然後路擋是這樣 這樣路擋 好 這樣是回油然後進擋 MT你的聲音喔 真正的十字曲走的聲音 然後退檔是這樣 退檔是這樣 這樣檔 這樣 降一檔 然後這樣 就回來 這樣要發 要 吹油門 模擬MT一點 沒有 你沒有還沒親MT10夢的時候就可以這樣 抓這個來模擬一下 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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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檔好了 很真實吧 做得很擬真 就剛好是MT10的油門 這邊很多台 你可以去體驗一下 R15X這些都有 這個是M1 它的收音都非常棒 MT10的收音真的很讚 駕駛十字曲走一下 跟M1的聲音差異 就可以抓這個 RIDE YAMAHA 4燈 OK 1 610度 3 2 鞋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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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